来自意大利可容纳三千多人以高雄港为母港的哥斯达沙伦纳号首航高雄 市长陈其迈表示过去游轮大多靠挂吉隆港 但是今年靠挂高雄的渴望超过私城 不仅带来大量的观光客也提供南部民众更多出国的选择 重达11万多顿的哥斯达沙伦纳号游轮首航高雄举办见面会 宣布今年中秋节及国庆年假将会以高雄作为母港 推出三个航次出发到日本石渊纳罢等地提供民众不同的旅游体验 哥斯达沙伦纳号有着海上意大利移动城堡的称号 见面会上不论甲板或是室内的舞台 安排的节目表演都展现浪漫的欧式氛围及意大利风格 市长感谢船公司看好台湾旅游 以高雄为母港渴望带来大量的观光收益 今年预估我们的游轮过去都是挂靠 这个靠挂基隆港比较多 大概达到九成 今年靠挂这个高雄应该会超过四成 这个我想都是我们港务公司跟市府 大家共同的努力 提供我们南部的乡亲更多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也会带来大量的观光客 见面会上双方护赠纪念品 船公司提供船只模型 而市长也回赠具有高雄海洋意向的大渔旗 期盼旅客及游轮业者享受高雄的美好 现场也有不少游客抢着拍照打卡 感受游轮上独特的体验 希望说能够当一个四海游侠 可以随着航线 我看了都很心动 那因为你以前要去石渊岛或者是纳巴 你都要去台北过一个晚上 或者基隆过一个晚上再去 就很浪费时间 那你这一次的航班 你从高雄直接就可以上船 然后也可以看美丽的福火摩沙 哥士达沙伦纳号游轮 预计9月26号从高雄首航出发 航往日本 途中停靠宫湖岛 石渊岛等处 而三趟航程中横跨中秋节 及国签日连续假期 市府建议想去日本旅游的民众 除了搭飞机之外 也能够选择游轮之旅 感受一下海上遨游的魅力